很感謝師父 我媽媽在二十號的時候 早上過世 正好那段時間也是亂了一塌無阻 人又在國外 從二十號從大連港回來 所以搞搞搞也是亂了一塌無阻 就很謝謝師父到這個 祝念團 也幫我媽媽在那邊祝念 媽媽怎麼往生呢? 我媽媽九十五歲 她在二十號凌晨的時候 家裡那保姆還是 凌晨兩點之後才上廁所 上完廁所之後就在睡覺 她說早上七點之後就會起床 早上七點之後 保姆去看她的時候 覺得好像沒有呼吸一樣 她打我手機 因為我手機的時候我轉給我那個助理 所以我弟弟也住在同一棟樓 在那個公平十九項 在三十二樓 她跑到樓上去 她樓上去之後只要找我弟弟 跟我弟媳婦下來 我太太就過來 那天二十號的時候就是 這是最亂的那一天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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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家醫院有救護車 沒有一家醫院有救護車 所有的救護車都不來 警察局裡面 我們那個是龍皮尼警察局 整個警察局就剩下我一個人 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就找到一個驗屍官 才到家裡來驗屍 因為在家裡去世 所以那個就 會有這個問題 到警察局去包辦警察 他說 我知道了 什麼事情也辦不了 結果找到驗屍官 驗屍官 驗完以後 驗屍證明 拿去給警察局 那警察看都不看 我聽我的弟媳婦講 看都不看 就跟你講 忙到那個 那個都是 龍皮尼警察都被 被洪山軍打 對啊 龍皮尼警察局 差一點那個 那個 後面那個 住的那個 宿舍都被燒掉了 所以那時候也是 搞得也是 亂了一塌糊塗 後來才把我媽媽遺體 就是 放在柱拉醫院 因為我媽媽 生前的時候 她有去 禮拜堂 那時候她還不認識 她沒有這個 放生協會 因為禮拜堂 那就是中國人 還有中國人的禮拜堂 所以她在裡面 有那個社交這些東西 所以我媽媽去世以後 那禮拜堂 知道就是說 她是上帝的那個 子女 叫做什麼 基督教儀式 那個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在外面 在報紙上面 登說是 31號 在那個 瓦塔塔學校 那個禮拜堂 就做基督教儀式 那以前往 在前面的話 我在 因為我們家 都在 瓦塔塔那邊 我爸爸做一個 那個紀念堂 在那邊 所以我媽媽遺體 後來從醫院移到那個 那個廟 那個紀念堂那邊 所以在那邊 就是請泰國和尚 念了三天經 是吧 就是這些祝念團 所以念了一天 到31號的時候 在那個瓦塔塔學校那邊 然後做那個安息禮拜 所以1號的話 就是火葬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媽媽媽 媽媽就是很自然的往生 很自然的走掉 對 還就是早上 晚上2點鐘 還在那邊 還在那邊 上廁所 第二天早上就 走了 很安然 真的也無報 真的也無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